你也有說到 銀行好像一直都沒什麼聽你說的 有朋友問,Joey問 渣打2888,他就56元買入了 他說上網有多少,止蝕有多少 因為銀行股我覺得不會跑贏的市很多 如果你在基金,你有很大的創位 你買完那些,剛剛說的5個百元塊 這年經常說投資的5個百元塊 你還有很多限制 你買銀行股好幾大,不買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覺得銀行股真的不會升得特別飆青 因為其實除了美國未來會比較急進加息之外 譬如歐洲,英國的通脹都大大超乎市場預期 未來可能歐洲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加息 所以銀行都值得觀眾憧憬 我理解他們的心態 我理解他們的心態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加息固然受惠的息差降闊 你借到多些錢出去才說 問題就是現在說經濟衰退 銀行傳統都說白業之母 經濟衰退的時候,媽媽怎麼會可以呢? 想都想到的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看股價短線走勢上面 是彈上你很多 因為就有這些加息的衝擊在 所以如果你說在年頭 大家說央行有機會有一個急進的加息的時候 你五十幾元拿著拿著拿著 你就可以繼續衝勁這件事 相反而來現在在高位上 你要面對的就是經濟是否真的會衰退 放緩 跟其市場有些聲音說 市場過分悲觀 就是在罵我這些人 覺得經濟狀況太過悲觀 你對你的兵政前戲太過悲觀了 現在失業率那麼低 現在壓低到通脹就沒事了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如果你抱過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你就等它突破完商頂 六十一元樓上去追 不差就等多四元左右 但你說如果有貨 那就定好指示位 大概五十五元這些水平 五十五元OK的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握住 但問題是說 當去到真的經濟衰退 資產質素有機會轉差的時候 銀行怎麼會OK的 你就只是想加息 現在想加息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經濟很好 純粹就是用加息的手段去壓低通脹 由得經濟短暫性陷入一個衰退 好處樂觀一點的問題就是 經濟短暫性衰退的 但因為環球的經濟關係實在太好了 最終都會痊癒 但問題是現在講烏鵝局勢 還有很多環球 不是處於一個很好的合作階段 經濟前景是很多充滿挑戰 我會這樣說 所以你說 握打你可能未來充滿挑戰 繼續握下去有機會贏的 但是純粹就是 市到時候都可能會升很多 你買其他東西都可能會賺得多 所以我們就很少會提銀行股 我覺得這一刻當然加息是能夠受惠 但不只是想加息一件事 你還要想很多就是資產質素 貸款增長 但是握打匯豐都給了一個很樂觀的階段 所以市場是順利的